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就是没有了结 这一对同性恋的伴侣曾经五次去申领结婚证书 但是都被拒绝了 今天终于是得偿所愿 证书是由当地县政府的助理人员签发的 主理的民选官员King Davis 因为多番的违抗法庭的命令 以个人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签同性恋的结婚证书 而在近日被法官判定作奸 他自己拒签之余也不让他的助手签字 他的代表律师认为没有Davis的签名 该县的政府办公室颁发出的结婚证书仍旧是无效的 他又说Davis会长期的斗争下去 他将面对无限期的扣留 直到他同意执行法庭的命令为止 而审理本案的法官就说 他自己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但是他就职宣言是向法律效忠 这个誓言是凌驾于他个人的信仰之上的 因此裁定Davis不能以宗教信仰为理由 拒绝执行这个任务 小动物是非常可爱的 可是走失的小动物就很可怜了 最近在海湾大桥上面 在早上繁忙的时间段 突然有一只小母鸡出现了 在Baybridge的收费亭 已经有三个人报称是鸡的主人 究竟谁是这只鸡真正的主人将有待分销 取名为TRAFT的鸡 在早上游走在车与车之间 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也有市民想下车去救它 但是很难抓住 最后由加州的公路巡据将它捕获 目前在阿克兰动物的收容所里面站住 目前已经有三个人 报称是这只小母鸡的主人 但是动物收容所称 要领回TRAFT的鸡主 必须带有照片的证明文件 证明它才是真正的TRAFT的主人 动物收容所才可以放心 TRAFT目前健康状况是非常良好 四爪伤还生了一只蛋 可惜动物收容所称会用假蛋去代替它 让TRAFT孵化 因为动物收容所不想再照顾更加多的鸡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收容所和陷阱 还有路上的好心人 希望TRAFT可以幸福安全的生活下去 好了本期节目就播送到此了 喜欢朋友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